大家好,我是怪秀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复一下盘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8号 是此一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也是本周的周五 同时呢,又是10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今天的盘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看点 这个看点什么呢? 像农林牧鱼三位 电力调整 科技抬头 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指数表达 再从板块的视角进行分析 那么今天的话呢 像三润指数来讲 他给出了一个高开低走 高开的话呢 高开比较明显 而后呢,回落把缺口给补上 带有明显的下影线 那么这个视角的话呢 其实从产量的维度来讲 那么因为上周 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以及之前连续三根开线来讲的话 他并没有形成底分 还属于日线的一笔下的延续 因为呢 9月30号的开线 是被9月29号的开线所包含的 所以说呢 他没有办法形成底分 那么今天的高开低走也好 还是今天不管怎么样 今天呢 不管是高开低走 还是属于 从走势 从 开线的一个位置来讲 那么他已经和前面的开线 就是把 9月30号和9月29号的开线 做一个处理过之后 那么他已经形成了 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日线的 开线的底分形 底分形成立过之后 那么呢 接下来观察的一个视角是 他能不能向上形成一笔 这是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 这是日开线的表达 那么量能的话呢 今天 不管是 上证 还是创业班指数 和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相比较来讲 是微微放量的 那么重点还是看下周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进行看待 那么当前的一个观察节点是什么呢 首先 把个人的视角 放在前面 因为前面呢 从3312.72以来 他是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一比下 下方的144连均线的位置呢 略有支撑 那么当前走出了一个底分 底分形成过之后呢 向上看什么呢 向上能不能完成一比上 以及 潜高这个位置 就是看反弹的力度 如果说力度强 那么好 这是一个 还是从3312.72以来的 日线的线段上的延续 因为线段呢 咱们前面讲的非常清晰 线段破坏线段 新的线段生成 宣告原先的线段结束 好 怎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反弹 他都应对的一个视角来讲 如果说想要延续 他必须要破前面的高点呢 如果说不能破前面高点的话 防范呢 是比如说这个位置反弹 对应的还是风高 做出 就是呢 不管他未来能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后面行情环境能不能转好 这个位置反弹的视角的话呢 取决于 各位的仓位 就是如果说仓位重的 那么在下周的时间 如果说震荡或者震荡走高 那么对应的看根据力度的表达 依旧是控一控仓位 就是仓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么对于不同的朋友来讲都不同的技术水平 那么可能仓位的读画不一不一样 那么如果说技术水平弱一些的 那么反弹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把仓位控制在 三层以内 如果说呢 自己的对于方向有自己的判断 然后呢 自己的技术方法呢 对自己的满自信 那么可以控制在五层以内 这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 那么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这个位置反弹对应呢 还是要 如果说前面仓位重的 控云控仓位 如果节前 在他第一天破了五军 已经降仓位了 后面的话呢 咱们 节前是整体上面来讲 是表达的是一种 不要过重的仓位过节 然后呢 是且战且退 在这样的视角的话呢 是以且战且退的一个大的思路 如果说呢 且战且退 仓位整体已经非常轻了 那么以后我们重新看待 那么像今天从板块的角度来讲 像电力煤炭是明显回落的 然后的话呢 像 对应的 像农林牧鱼 是 今天是属于 最为活跃的 在这的话呢 像保险 包括呢 像科技股当中 也有一些资金的试探 就是当今天 今天指数高开低头 但是从个股表达来讲呢 其实是类似于普涨了 因为收涨的个股的话呢 我们来看涨停 接近百家 然后呢 从涨 从收涨的个股当中来看 他接近了三千 三千四 三千五 接近三千五百家 个股是收涨的 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小的 普涨的一个格局 就是日内来讲 是一个小的普涨的格局 但是呢 这也从侧面表达是 当前资金是缺乏核心的 进攻方向 后面的话那么需要形成新的方向 新的方 有新的主流方向 有新的主流方向之后 那么呢 在主流方向上面来讲 主流方向上 那么才作为一个中年的一个 潜伏中年的一个把握 那么不管是农业的话呢 农林母鱼 个人认为它只是作为一个轮动的一个可能性 形成主流热点的可能性小一点 科技的话呢 今天一说抬头 那么呢 后面观察会不会 会不会有资金的私欲接力 以及呢 今天调整的电力 后面会不会反复 这是指数的一个态度 就是当前观察节点呢 如果说向上 不能突破前面的 不能越过前面的高点 那么它对呢 防范的是 从高过之后呢 再回落 然后的话呢 这是一个先端上先端下 好 如果说呢 能够越过前面的高点呢 这才是一个日线的比中枢 30分钟的标准中枢 然后的话呢 再就观察会不会给出新的 新的三连白点 个人认为呢 这个位置向上 第一观察呢 能不能形成一笔 这是日线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看30分钟 3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对应了从33142.72以来 它当前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中枢 来暂且进行跟踪 就这个位置呢 30分钟线下 线上线上线下 已经组成了一个30分钟枢 好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观察视角的话呢 就是向上 30日线观察的是 能不能走出一笔上 30分钟呢 观察的是能不能走出一个 30分钟的一个 和线段上 而后呢 观察线段上 力度 是呈现了增强的表达 还是属于背词 如果说呢 30分钟的线段上的表达 日线的一笔上 出现顶分 浅高越不过去 然后的话呢 又出现内部来讲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力度衰竭 那么就要找卖点了 好 这是商政指数的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用最小级别来去看的话呢 列头像一分钟 今天其实这两天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是属于什么 从3518点位以来 他给出了一个一分钟的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一分钟的走出中枢 而后呢 向上 向上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就属于观察他能不能走出一个 一分钟的趋势上 好 那么只要说呢 他当前的一个考察基点 就是一分钟的这个中枢区间 作为一个防守位 只要不跌窜 那么认为呢 他的反弹 短周期来讲反弹还可延续 如果说呢 跌窜了下面这样的一分钟中枢了 那么呢 哎 思维走弱 如果没有跌窜的话呢 那么呢 当他走出一个一分钟的 观察能不能发展 成为一分钟的趋势上 好 这是对于此处的一个表达 然后我们再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那么像当前 今天 保险板块 比较走强 然后的话呢 像真真正正 掌停分布来看的话 像农林牧鱼 是最强的 其次的话呢 像软件服务也好 像石油也好 好 像对应的 这里面的像纺织 其实农林牧鱼也好 纺织服务 服务也好 都属于防御性板块 好 那么从概念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当前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像大数据 区块链 武器 华为 好 云计算 等等 这些方向的话呢 它是科技股方向的是有一定的抬头 这个抬头的话呢 更多的是一种 个人认为的是一种资金试探 因为前面的话呢 像创意信息啊 咱们前面是有过 在手摆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个点评和跟踪 那么接下来呢 需要就是从侧面的表达来讲呢 就当前 今天走了一个小的扩胀 但是呢 资金也缺乏核心的进攻的方向 所以说呢 呈现的是一种群魔乱舞 群魔乱舞的话呢 不管是农林牧羽 防御型板块当中的农林牧羽也好 像 纺织服饰也好 然而科技里面的像大数据也好 区块链也好 像华为也好 其实更多的话呢 作为资金再进行试探 那么呢 可经过一个明天后天 周末的一个沉淀 下周的话呢 那么观察 就是看看市场能不能形成核心的方向 有形的核心方向呢 就是进攻 就是 放心大胆的去进攻 没有形成核心的方向的话呢 那么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一种震荡上 震荡一下的话呢 可能后面还会偏弱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然后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就是当前根据自己的仓位而定 那么方向的话呢 那么只有三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的话呢 还是绿电 绿电的话呢 像电力也好 像风能也好 光伏也好 这个方向的话呢 其实像今天已经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落 明显的回落过之后呢 接下来要观察 他后面会不会出现强反扑 如果能出现强反扑的话呢 仍可延续 因为当前他的一个 不管是消息的驱动 还是人气 还是比较 还是在的 如果说呢 后面反弹的力度比较弱 没有强反扑 强反扑 而是一个弱反 而后呢 料能也缩减了 那么呢 可能宣告 节前最后一个活口 风口 可能要宣告 高一段落 高一段落的话呢 同时也会意味着新的风口即将出现 好 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的话呢 像科技方向的话呢 对应了 当前还没有形成合力 像5G也好 像区块链也好 半导体啊 等等 像软件服务也好 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合力 那么前面的话 像鸿蒙概念 他是有个表达 所以说呢 当前还可以去挖掘一下 像鸿蒙里面的话呢 咱们前面是有过跟踪 有过点评 点评的话呢 只不过当前对于科技方向还是缺乏 只是个人依然认为呢 他是属于资金的试探 还不能视为 就是能不能形成核心的方向 还需要后面的有 第一有没有风向标 第二的话呢 资金 他能不能在这个方向内部形成聚焦 然后呢 不断的成绩的方大 目前为止呢 还是欠缺的 好 但是这是一个方向 再者的话呢 像例如像猪肉 像猪肉方向 猪肉方向的话呢 个人认为他适合 要适合呢 中长有逻辑端 你记得的话呢 他只是冲高中的 还是要防范 冲高之后的一个回落 只不过当前的表达来讲 还算是两下提升 但是再往上114年均也成压 如果说呢 回落下来 潜力破也不破 回落下来 就是回任何的 后面任何的回论 都可以作为中长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节点 或者是潜伏的一个节点 而眼下的话呢 冲高之后 那么呢 短线视角见号就收 好 这是猪肉方向 那么对应的话呢 刚才讲到的一个 嗯 节点第一 像 电力 绿色电力方向 那么看了后面 会不会有个反扑的动作 今天调整过 中的后面 如果说强反扑 还能延续 弱反扑的话呢 那么这样就说 要这是一个节点 方向 第二的话呢 对应的 像 科技 科技里面的话呢 那么当前还没有聚焦 它只是一个资金试探 后面呢 继续继续跟 好 在这的话呢 例如说像 嗯 猪肉消费方向的话呢 那么 输入里面 呃 刚才已经点评到 所以说呢 接下来 在最后的话呢 像 呃 今天表现的是 券商是 但是券商能不能走 实际是要打个问号的 后面的话呢 像金融 证券 保险 像保险 今天保险是领长的 那么保险能不能走出 持续性 需要打个问号 后面的话呢 像银行 像尤其证券 会不会发力 它直接决定了 就是大金融方向 硬不硬 直接决定了 这一次大盘 能不能 反弹 能不能延续 如果说呢 大金融 硬一点 那么呢 盘面有可能会 多反弹两天 然呢 如果说周期股 再配合 再助攻一下 如果说呢 大金融 疲软 没有持续性 周期股的话呢 也是疲弱的 那么就属于 弱反一下 反弹过之后呢 可能又会进入 这样的一个下坡路 这个大环境 那么局部的话呢 不管是 绿色电力能源方向 还是属于像 科技方向 还是属于像猪肉 代表的像 像这样的一个 消费这一块 会不会有所 有所轮动 后面去跟 而眼下的话呢 也就是 说属于 仓位重了 那么呢 当接下来 有反弹 整体还有个控仓位 不要太激动 不要太冲动 仓位轻了 那么呢 先看好市场 有没有明确的方向 目前来看的话呢 直接在试探 直接试探的话呢 你可以试探 但是不要 不要大刀 扩斧的这么着急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 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 点赞 记得赞赏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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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